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对decorator做了一层factory 工厂类型的包装 那么它就可以做一些参数上的判断了 这块呢 其实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大家刚才其实也看到了 当我呢对这个test这个类 做了一些装饰之后啊 我装饰出来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多了一个getname 这块我写成处啊 我多了一个getname 但是我都要test点的时候 它不会提示这个getname 所以这种写法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呢并不是特别正规的一个 装饰器的写法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个更加复杂 更加困难的一个装饰器的标准的写法 或者说更合理的一种写法 我把这段战马呀 复制一下 然后关闭掉它 它起名叫做一个 simple decorator.ts 然后现在呢我们再去创建一个indef.ts文件 我把这块代码的粘贴进来 我们重新来写这块的装饰器啊 一样呢 首先呢我不做这么复杂 我呢也不去构造这种factory工厂模式 都干掉 我就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个装饰器 它的名字就叫做testdecorator OK class没问题啊 下面去new这个test 也没问题 我们看它提什么错误 说duplicatedtest 有两个重复的命名对吧 因为它和下面的这个test 重复命名了 我可以把这段代码先注释掉 不然它构造的这个变量 都是全局变量 它会提示两个冲突 好 干掉之后我们再回来 就不报错了 下面这些东西呢 我们也都不要 我们说呀 现在这个装饰器呢 接收的参数是一个constructor类型 我现在constructor类型啊 它的类型是ending 其实呢 这么写是不太靠谱的 我们应该去明确的指出 constructor类型就是一个构造函数 那怎么去写呢 首先呢 在这儿我用一个范形 因为不同的类 它的构造函数肯定是不同的 所以这块呢 我写一个t 那t呢 extends 后面这块 大家仔细来看 怎么写啊 我写一个new 里面写一个 点点点 arx 绑号edit 指向一个空对象 OK 然后constructor呢 让它类型变成t 这个时候呢 大家看可能就会比较懵了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没关系 我们仔细来给大家去讲啊 它的意思是这样的 这块代码我相信大家呢 可能看不太懂 那我就逐渐给大家去讲解啊 一个简单的方式 帮大家去理解 首先呢 这是一个函数 返回值是一个对象的类型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懂 对吧 我说你返回值是一个any类型 也可以 前面这个函数呢 它会接收很多的参数 它把这个参数呢 合并到一起去 变成了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的每一项 都是any的类型 好 再翻一下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接收很多的参数 参数的每一项 都是any的类型 比如说 我这个函数可以接受 任意多的参数 这个参数类型 我都不约束 都是any的类型 所以这一块的代码 这么理解就行了 前面有个new的意思是什么呢 new的意思就是 这是一个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可以接收很多的参数 每一个参数的类型呢 都是any 然后这个构造函数呢 会返回一个any类型的内容 所以它表示的是一个构造函数 t extends 后面的这个构造函数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这个类型啊 它可以通过 这种类型的构造函数 被实力化出来 所以t呢 你可以理解成 它现在就是一个类 或者说一个 包含构造函数 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当你的constructor是t的时候 意味着这个东西里面 肯定会有构造函数 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下面的写法也就变了 如果我想对这个构造函数 做一些扩展的话 之前我们是怎么写的 我们直接对constructor做扩展 对吧 现在呢 我们这么去写啊 我们return一个class 让它继承 constructor 就可以了 好 那么test 它构造函数里的东西 其实我现在都能够继承得到 然后呢 我在里面去写一些东西 就可以对它的构造函数 做一些修改 比如说test里面啊 我写一些变量啊 比如说叫name 它的类型是一个stream类型 好 constructor 构造的时候 我呢 接收一个name 类型也是stream类型 然后list.name 等于name OK 这是test的一个原来的语法 那newtest的时候 我们现在没有对这个constructor 做任何的修改啊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extense 扩展了一下 传进来的这个constructor 但实际上并没有扩展任何的具体的内容 所以它还是原始的constructor 也就是原来的类型的构造函数 并没有被改变啊 那现在我去创建一个 比如说del这样的实例啊 所以test里面的这个name 应该变成del了 对吧 我们可以试一下 npm run dv回车 它没有打印出任何的东西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console.log一下 test这个实例 再来看 它会打印出name 就是你传进来的这个del 那现在呢 我就可以对这个构造函数啊 做一些扩展 比如说 你负列的构造函数支撑完了之后 其实我在这里还可以做一些操作 我比如说想给name 去换成另外的一个值 那它的语法是什么呢 我就可以name等于le OK 保存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意思就是 我testdecorator 对你原来的这个构造函数啊 做一些扩展 原来的构造函数 会给this.name 复制成name 现在复制完之后呢 我会让它的name再变成例 我现在看一下可不可以 npm rundv OK name就变成了例 不管你上面传的是什么 现在呢 它都会变成例 那大家呢 也可以在这里去打印一下 比如说console.log 1 console.log 2 这个老的构造函数呢 是先会执行的 然后才会执行到你扩展这块的内码 console.log 3 当然这块呢 你这么去写啊 不能直接这么扩展啊 那不用写3了 其实我们力啊 能够扩展 就说明其实这块东西已经执行了 对吧 那我现在运行一下 OK 1 2 会先执行 也就是说 先会给你的name 复制成你传递进来的这个del 之后呢 它再执行这个name等于力 给你覆盖掉 OK 所以这个扩展机制呢 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语法呢 大家也来重点的了解一下 主要就是这块 这个构造函数的一个理解 所以constructor 它的类型呢 其实就是一个范形 这个范形 它的意思是呢 它可以通过实力化 创建出一个类 这个类呢 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个构造函数 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 行 那接着呢 既然我们可以扩展constructor 其实我们就可以像之前一样 在里面去加一个getname这样的方法 然后里面呢 我可以return list.name 保存 下面呢 我就可以调test.getname了 对不对 好 依然会保存 那我们asany一下 当然这不是一个最后的写法 但我们可以先试一下 好 它能够打印出力 说明没问题 我们这个getname方法 其实已经扩展上来了 但是呢 现在这个实力上 直接去获取getname方法 是获取不到的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 你是创建了一个test 这样的实力 test的这个类上 本身是没有getname这个方法的 所以tapscript呢 没有办法去分析出来 你可以直接有getname这个东西的 而你getname的是decorator 偷偷的装饰的时候加进来的 这个时候tapscript 它是不知道你加了这个东西的 所以它会提示你 我不知道你有getname这么一个东西 那想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啊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种工厂模式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依然这么去做啊 这块会比较难 大家一定要仔细听 在外层包裹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名字 叫做tapsdecorator ok return加了一个真正的装饰器 外层这个呢 是一个factory啊 所以这块呢 你可以把它叫做tapsdecoratorfactory 也可以啊 这块我就写上tapsdecorator了 那下面用的时候 仔细来看这个语法 我是怎么写的啊 好 这块我注视掉 这块实际上我也不用这种 decoratorat这样的语法 实际上它就不是 这个时候啊 用它就不是当成一个装饰器来用了 而是当成一个函数来用了 那这个函数呢 我们首先让它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它现在返回的结果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装饰器啊 那我用这个装饰器去装饰谁呢 我用这个装饰器啊 去装饰一个class 这块的代表 这样结果 好 我有这样的一个class 它没有名字 然后呢 我用它返回 执行结果返回的这个装饰器 去修饰这个class 那这个class 它是不是就多出了一个getName的一个方法了 好 修饰完成之后 我这个时候 把修饰好的东西 给它复制给谁啊 给它复制给test 这样去搞 OK 搞完了之后呢 保存一下 那现在你创建newtest之后呢 你会发现getName就不报错了 它就能识别getName了 那我现在可以这样去试验 test点getName 它还会有语法的提示 是不是很高端 为什么现在就会有语法的提示呢 是因为你看你现在的test 是从哪来的呀 是装饰器 装饰过后的这个类 所以已经装饰过后的类 再给test 这样test上面 就已经有了你装饰过后的这个getName 那tapscript的语法里 就会识别出getName这个方法 现在是可用的 那你直接来用就可以了 好 讲了这么多的内容 才把我们的类装饰器 给大家讲完 那今天我们可以复习一下 我们学习的内容 首先我们讲的简单的装饰器 装饰器 类装饰器 它是一个函数 它接触的参数是一个构造函数 这一点大家要清楚 那构造函数呢 我们就可以在装饰器里面 对构造函数做一些修改 从而实现对我们原来类的一些装饰 或者原来类的一些变革 OK 这么去写的很简单 但是语法提示上面 并不完善 所以我们换了一个 更高端的一个写法 我们打开index.ts里面 首先呢 我们装饰器去写的时候 这里面会有一个constructor 也就是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的类型呢 我们把它改成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范形的写法 那它表示呢 我这是一个构造函数 或者说我这个类型 它可以被实力化 实力化的时候 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构造函数进行实力化 对吧 那么如果这么去写了之后 我们对这个constructor做扩展的时候 就没必要直接去点什么东西去 对它进行扩展了 直接通过return plus extends constructor 这样的一个语法 里面呢 去对我的构造函数 做一些扩展 你不管对里面的属性进行重新复制也好 还是增加方法也好 都可以这么写 最后我们去讲了 如果你增加的这些方法 原来是在这个类上面没有的 那么需要通过这种factory工厂函数的形式 去对原来的这个类啊 做一下装饰器的修饰 然后再生成一个新的类 给到test 再去创建这个类实力的时候 就能够去通过语法提示 使用你新增的这些类的方法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 worldview ick 二 二 一 二